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他何来呢 关心我们日常生活就算了嘛 当然了 美国的政府一直对乌克兰那边显示出特别的关心 一定有他的理由 而且传言厉害的话 美国一直是深度的介入 当然这点的话 以前我们也不是太关心 总认为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多大关系 那他们要是打 打不打的 他们打他们的呗 关我们什么屁事啊 反正一旦战火要是烧起来的话呢 也绝对烧不到美国本土来 但是最近有一个消息啊 让我们心里搁灯一下 就是说这个事儿啊 别说离我们远 其实它离我们还相当近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一旦战火烧起来 美国绝对是能受到影响 而且受影响呢 还不是一星半点 就是说不光是股市啊 震动一下就拉倒了 这个是有深度的和长远的这个影响 最受影响的一个行业啊 就是说半导体这个行业啊 这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呢 美国现在一直抓得很紧啊 前一段时间像1月底啊 国会还通过了一个什么2022年美国竞争法 那个竞争法的主题啊 就是要这个振兴美国的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 要保证它的产业链的完整 而且里边还有多少500多亿美元的这个投入啊 这个鼓励半导体的这个高科技的研发那个部分 还有一个说法呢 说不光是研发啊 还有是直接包括这个开工厂创造这个就业机会 那让那个研发的部分呢 留给这个私人企业去干 当然现在美国的英特尔呢 有点不给力啊 这个不如这个三星 还有这个台积电 那为什么要抓住这些行业呢 那因为美国要牢牢抓住半导体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个每一个环节啊 虽然这个三星啊 不是美国的 台积电也不是美国的 但是呢 美国的工序箱里面工序多呀 实在不行 咱用胁迫的啊 咱用这个抓来的 把他们抓来 摁在这儿啊 也必须老老实的 在我美国的控制之下 但是啊 这个百密必有一书 尤其是半导体这个行业相当的复杂 以前我们不知道它有这么复杂 现在这个才知道有 现在才知道有这么复杂 而且说不定哪个环节啊 就有用得着别人的地方 求得着别人的地方 而这个别人呢 是朋友好 是盟友好 有的时候他不是朋友盟友啊 那有更多的机会啊 是那些看得不顺眼的那些人 比如说俄罗斯啊 比如说中国 那说起产业链啊 得从源头说起 源头是哪儿 是源材料啊 源材料的话 还有什么设备 还有什么技术 还有什么设计 到最后还有产品 对不对 所以源头在源材料这一点 这个千万不能忘记 也千万不能忽视它 以前我们对半导体这个行业啊 确实是不太熟悉 那这些年呢 也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 科技战 关税战 这么打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从这个新闻的这个媒体当中啊 就学了好多新名词 像包括什么光刻机 以前我们哪知道这玩意儿啊 对不对 路透社呢 最近有篇报道啊 说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啊 原材料这一部分呢 有几个重要的 而这几个重要的话 包括奶和靶 奶呢 是一种气体啊 那靶呢 是一种这个稀有金属元素 这个奶和靶 你要协议的话 奶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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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靶呢 俄罗斯那边啊 它掌握的比较多啊 这个美国现在半导体行业里边 35%的靶 是要靠从俄罗斯那进口 那奶呢 是这种气体啊 这个奶气呢 现在主要是在乌克兰那边加工 美国半导体行业的90%的这个奶气啊 要从乌克兰那边运过来 那这么一来的话 这个乌克兰加上俄罗斯啊 就成了美国半导体这个行业的这个奶霸了啊 这个呢 就等于是现状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乌克兰那边要跟俄罗斯真的动起手来 真的干起来 战火一烧起来 那是不是就一团乱了 那这个靶和奶啊 这个奶霸 乌克兰加上俄罗斯这个奶霸 还怎么样能够照样的 顺利的供应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呢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专家提出来的啊 这可不是政客提出来的 我相信政客想不到这一层 这个事呢 是个大事 这个不是说看热闹那么简单 看热闹的人呢 就不怕这个把事给闹大 事越大 看热闹的越过瘾 记得这个 我们小的时候啊 街上有这个孩子打架啊 旁边看热闹的呢 气哄架秧子啊 说打打打 就横不得啊 就溅了血 这个那看起来才过瘾呢 可是啊 这个事儿 你再怎么看热闹 你得有个底线啊 你别这个这个出了圈 过了头 过了头出圈啊 这个见一身血 或者殃及这个驰鱼啊 那就不好玩了啊 不但你殃及驰鱼了 你惹一身骚 你见一身血了 你还自己这个卷进去了 伤筋动骨啊 那可就太不值得了 所以这个底线啊 特别好的这个把握住 那有朋友分析说啊 美国呢 以前的心态是这样 恨不得那边赶紧打起来 打得越热闹越好 反正战会也烧不到美国来嘛 也烧不到美国本土来嘛 而且呢 穿着他们赶紧打起来 把那个开战的日子和时辰可能都给定好了 但是现在专家一站出来说话啊 哎呦 也让白宫咯噔了一下 因为这个事呢 已经让白宫知道了 就是那边一旦打起来的话 这些原材料怎么办 怎么解决 怎么保证这个供应链的不断 这可是个大事啊 而且呢 一旦打起来之后 按照俄罗斯现在的实力啊 那就是这个碾压乌克兰的那种解决 如果那种情况真正的发生 你德国的五千个钢盔是不解决问题的 如果俄罗斯碾压式的啊 一下子控制了这个乌克兰 就像2014年索期冬奥会之后啊 这个快刀斩乱麻 迅速解决这个克里米亚半岛那个事一样 那如果俄罗斯一举拿下乌克兰的话 这种事啊 如果发生啊 您千万别感到惊奇 如果那种事情发生 那俄罗斯是不是一下子控制了乌克兰 也同时控制了这个美国半导体行业 需要的90%的这个奶 奶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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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罢哪去了 都在俄罗斯那控制着呢 怎么办 咱对比一下啊 一个是东方的王道 一个是西方的霸道 你要是做东方王道的朋友呢 还是要做西方霸道的英雄 我记得这好像是孙中山呢 早年呢 这个告诫日本的这么一句话啊 你要做 劝日本呢 你要做东方王道的干成啊 莫做西方霸道的英雄 但是呢 后来的日本呢 不听话啊 还是做了西方霸道的英雄 那咱们客观的看一下啊 确实是这样 中国的一带一路啊 就是一种王道 他是到处交朋友啊 给人送好处 同时呢 自己也没有坏处 对不对 你到处帮人家 帮了人家的话呢 自己有什么事啊 人家也肯出来帮忙 这个都是互相 互相有利啊 叫做互惠共赢 所以你基础建设差 那我帮助你基建 你没机场 我帮你修机场 我修公路 我修铁路 修港口 那现在这个非洲的有机场了 有公路了 有港口了 这里边呢 有中国人的这个帮忙 就是一带一路的话 已经延伸到这个非洲那边去了 非洲有高铁 非洲的高铁是用的中国的技术产品 当地人的管理 这个呢 已经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个范例 那这种合作共赢的后果 肯定是大家一块赚钱 另外还有你看那个中老铁路 这不已经通车了吗 老挝呢 那边山区国家啊 以前经济不是太发达 别着急啊 随着这个中老铁路的这个畅通无阻啊 经济一定会在短期之内带动起来 而且发展呢 就是加速度的发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啊 就是王道的这个体现 那它可以借着这个一带一路啊 把自己这个这个产业升级啊 给它非常圆满的啊 做一个调整 同时呢 把这个产业链呢 又顺理成章的呢 啊 向外辐射 向外这个移动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和它结果是怎么样呢 这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外移和转移 这是交友式的转移 这不是交恶式的转移 要是交恶式的转移的话 那这个产业链就从此在这就断了 美国呢 现在仍然是全世界唯一的这个超级大国啊 是一大强权啊 美国人自己也不讳言说是一大霸权 现在呢 是霸气不减 虽然呢 只会放稍微显得有点不灵 实力呢 也有点走下坡啊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从阿富汗撤军啊 这个过程 但是呢 这么多年啊 美国已经做老大做惯了啊 这个霸道惯了 一下子顺着这惯性啊 不太容易这个收回来 那霸道就霸道呗 但是霸道的时候啊 必须得清楚一点 就是自己有没有软肋暴露在别人的面前 那比如说就是半导体行业 当然美国现在半导体行业这个研发能力是最强的啊 那有没有软肋呢 当然有啊 这就是原材料的那个产地 那这个软肋呢 就有可能 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握在啊 这个对手的这个手里头 控制不住了 这个呢 别说不可能发生啊 非常有可能发生 所以乌克兰和俄罗斯现在的这种 这个尖锐的对立啊 甚至是对峙啊 别的国家人都说呢 美国是深入的介入了 那是把我把美国说成是挑事之一 那半导体产业链的原材料这个事 美国有没有考虑的 呃 清楚 考虑清楚之后 还是不是会继续的啊 给他们挑事 这个呢 可能就要值得考虑了 这期节目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